貨班第三名的國企系大師生蔡敏成說 他們這一組的企劃是為社頭挖頁做社群媒體行銷 在老師指導下以論文方式展開企劃 首先經過文獻探討選擇數據顯示使用者最多的FB IG Lite 抖音為宣傳的管道 在網路創造流量 我們觀察到剛化社頭的襪子產業在 雖然現在政府一直在推動這些產學合作 想要幫助它得到流量 但是因為它還是比較喜歡傳統的產業 曝光、點擊還是沒什麼成效 所以順應現在的網路科技發展 利用社群媒體平台幫它行銷 我們就用數據上的前五名 像FB、IG、LINE、抖音這些自媒體平台 來幫助它塑造流量 它有五家的 之前有五家代操阿里巴巴平台 然后又上次有获奖 上架奖又等等很多奖 然后再加上它不只在电商这一块 原来它也有红尘文学奖 就是跨领域在很多的养分吸收 好像还古王吧 对还古王 就是那个财经系那个古王大赛 荣获最佳创意行销奖的资管系大师生洪思玉表示 团队选择昆赴百货作为合作的对象 经过访谈厂商与小组的讨论 他们认为可以客制化商品 在塑胶制品上印图一样是一大特色 因此规划建制FB 透过网路行销公司 以及集点兑换小礼物等活动 并提出可以和邻近店家结盟 在A商店购物可以获得B商店优惠券等促销方式 因为他们那家最有特色的部分是 他可以客制化商品 就是把他们的其他间的logo 把它贴在他们的塑胶杯上 或是塑胶袋上面 变成他们独有的商标 让他们知道说 我有这商品你们可以客制化 然后你们可以去跟他们沟通商谈说 我要这商品然后去跟他接下 然后他们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尽量的扩大化说 让他们去建设FB或是IG 大学资讯管理系参加全国Linker比赛 已经有非常多年的经验 那本届我们有三年级三位同学组队代表系上参加 这个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会找当地的厂商作为比赛的题目 那由各组在去选他们喜欢的题目 那只能选一个题目 而且有名额的限制 所以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利用假日 特别到这家厂商去拜访 去亲自访谈这家厂商的这个老板 Linker无限可能 全国大专院校创意行销与创业竞赛 同学学以致用运用课堂所学 成功为在地企业创造新的宣传管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创造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创造成功